Hello大家好,我是Rud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科学护肤,零星种草 今天是The Ordinary新品测评 还有哪些热卖品值得在打折期间凑单的 这次的功课我足足做了有10页 研究了哪些成分在背后有数据支持它 真正对皮肤有效果的 还有什么成分适合什么样的肤质 先来说几个新品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的 第一个,特别可爱的护唇膏 绞杀完护唇膏 它除了颜值就一无是处了 放在嘴唇上没有任何滋润的效果 很快那个水分就蒸发掉了 上面没有矿物油 所以如果你对矿物油过敏呢 可以尝试一下它 但没有矿物油导致它没有任何的滋润的持久力 就像一个乳液的那种质地 上在嘴唇上就没有了 膏体就不存在了 优点是包装 而且它圆圆的嘛 很适合你放在比如你包包里是那种皮质的内里 不会划上你的皮包 新出的30%的酵母菌提取物的去角质水 它虽然说是给温和的敏感肌设计的 但它用在脸上就是很刺激啊 而且它质地就像水煮一样 总感觉有层油膜浮在脸上 你脸上任何有伤口 有泛红 有过敏的地方 用它都会刺痛 那种灼烧感灼热感 我看评论区有人还说 用完它就会马上起小疹子 但有人说是很好用 觉得很温和 皮肤也变亮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不会推荐给所有人 只适合比较健康的 耐受力比较好的皮肤 好用的成分来了 油敏皮我强推这个新品 Balancing and Clarifying Serum 早晨用一滴管 一天不会长白头粉刺 卸完妆以后 皮肤感觉很干净 它里面所有成分都是 抑制你油脂分泌的 抑制皮脂腺活跃的成分 比如像肌烟酸 左旋用碱 聚烂氨酸 腺肝 它都可以让你的油脂分泌减半 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有数据 在背后支持它们的 并且用完以后 它虽然是水状的 涂上好像吸收很快 就不存在的样子 但之后你脸不会拔干 它里面用了像 伊克多因这类的保湿成分 伊克多因的研究表明 它是可以改善皮肤的水和作用 还有增强皮肤屏障功能的 还添加了一个NAG 天然的去角质成分 疏通你的毛孔 不容易长白头 它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刺激的成分 但却解决了油皮最困扰的问题 出油长痘 还有水油平衡 它真的就是像水一样 那么快的就被吸收了 完全不会有负担 没有像the ordinary有的那种胶水感呢 完全没有 它分子量是比较小的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早上的基底液使用 然后之后也可以去涂VC啊 其他的亮白 还有抑制黑色素的成分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会和其他成分打架 里面的控油成分都是比较温和的 油豆皮油敏皮太适合了 也没有任何过敏啊 皮肤刺痛的反应 Bartanil 0.2% 我想说这是目前我用到 我最喜欢评价里面的释黄泉精华 首先它的浓度很猛 我开始没有读它官方的Claim 宣传的是 是最高强度的类VA配方 适合数量级 然后我没有看嘛 我看这个乳液 这么的保湿的情况下 我就多上一点咯 然后涂在脖子上 整个就过敏了 我修复了一周 大概慢慢才变得正常 正好说一下怎么修复 我只用Aquafor啊 什么都不要涂 慢慢的就会恢复正常的肌肤了 好 它的成分是0.2%浓度的释黄泉 那释黄泉它是不经过释黄醇的转化嘛 所以它减少一步转化 相当于释黄醇里面的0.5%的浓度了 基本上 所以它浓度是很高的 效果是绝对有的 释黄泉是很适合熟灵剂的 对你皮肤的紧直度 细腻度 月纹 皱纹都会有改善 而如果你是一个熟灵剂又长痘的呢 那就更适合它了 雅样公司做的一个研究是 用0.1%的释黄泉 这0.2%的哦 就0.1%的释黄泉 加上6%的果酸 再起它们的抗痘效果 是比BPO加上抗生素还要好的 并且还很容易耐受 就不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反应 所以这个浓度是非常适合长痘痘的肌肤的 很高效的精华 所以它的刻数真的没有很多 只有15毫升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一下子涂太多 直接过敏 一蹦就可以全脸加脖子 尤其脖子要点涂少涂一点 它的乳液完全不干涩 就像保湿乳一样 特别的顺滑 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涂那么多的原因 我感觉跟乳液似的 多涂点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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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少涂 一蹦就够 释黄泉全部都是黄色的 它的膏体就是黄黄的 黄到你当时觉得脸怎么有点暗沉 但没有关系 第二天你把颜色就会洗掉 这个瓶身现在被我染黄了 原来是白色的 现在有点淡黄色了 对于我来说 现在早西纹A就是它俩了 早上拿它当一个基底液 Balancing Clarifying Serum 平衡油脂 一天下来脸就很白净 不会长痘痘 对于油痘皮来说 不长痘痘就已经是解决肤色不均了 要晚上用释黄泉精华 还有一个新品是 这个美白身体乳 那普通的身体乳 我就觉得什么替代都有 但这个美白的还很特别 它里面还有5%的烟纤胺 100毫升 很适合出去旅游 身体乳很多 要不然就特别小 要不然特别大嘛 不好带 那这个size就刚刚好 5%的烟纤胺 很适合淡化你身上的晒斑 或者比如说你夏天 手臂不是晒黑了吗 你用它加强在你需要美白的地方 真的可以亮白一度 肤色更加均匀 然后它的质地也是 轻薄的乳液 水乳的那种状态 也没有味道 The Ordinary家 所有都是没有香料的 烟纤还可以加强你皮肤 神经鲜艳的含量 促进水壳作用 让皮肤更加强保湿力了 冬天身体也不会 皮肤露在外面嘛 正好用些美白的 赶快给它修复了 然后夏天再美美的出街 好 下面推荐 Bestseller 热卖品 无论你是凑单也好 也是想囤货也好 这些都一定要买的 绞杀完结面 我推荐了无数次的 我自己用过了 不下五六瓶了 不论你是干肌 油肌 混合肌 都可以用的 卸妆加洁面 二合一的产品 就像保湿乳的质地 擦在脸上 慢慢的抹开 用水一冲 所有的妆都不见了 皮肤还很水润 它用的就是 绞杀完 还有亲纸性的纸 去溶解你的彩妆 然后里面这个乳化剂呢 它叫折糖硬脂酸脂 这个成分是多出现在 婴幼儿的洗卸产品里面 对皮肤很温和 而且也多出现在 像Gel Cleanser 褶离的洁面 也很涉油皮的 所以它不会导致粉刺 不管你脸上 有没有痘痘 有没有暴痘的情况 都可以用的卸妆产品 它有小织妆 大织妆 小织妆出去旅行 太方便了 带上一个就走 你不用带其他任何洁面了 面霜 每个人 所有复制都去买的 天然保湿因子面霜 这个我用过不下食品了 夸张了 但我真的用了很多 在我没有给你们做测评 我平常私底下 是都用这个面霜的 它就可以保证 我皮肤不出问题 不缺水 不干燥 水油平衡控制很好 它里面补充的 天然保湿因子 全部都是 本身存在于皮肤的成分 氨基酸 脂肪酸 干油三脂 尿素 神经心胺 磷脂 干油 糖类 PCA 透明质酸 研究表明 这些天然保湿因子呢 可以让你的脚质层 正常的发挥作用 不会说脚质层上面 有翘皮啊 缺水啊 干燥的状况 并且是保证你 表面是干爽的 就不是那种油油的 呼在脸上的 只是感觉水分 补得很充足 完全不油腻 我给很多的油皮朋友推荐 也都很喜欢 有一次还有一个干皮朋友 跟我说 Diorner面霜 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 它就是不挑皮 确定大家一定要买 原版的这款 因为它后来又出了一个 适合油皮版本的 褶梨 又出了一个适合 干皮版本的那种 油霜 比它更油腻的 不要买那两个 就买这个原版的 天然保湿因子 加HA 也是有大包装 小包装吧 我一般都是买 100毫升的 用不了A酸 A醇 A醇 所有为A类产品的 你就去用蓝铜胜态 被研究证实 完全可以淡化你的细纹皱纹 和A类产品 有同样功效的 The Ordinary和NEOD 这两个蓝铜胜态 是都不错的 但从肤感来说 我更推荐NEOD 不会像The Ordinary 那么胶水状 那么黏 就上妆的话 它是更友好的 我白天也可以用它 它平身上写的是 Serum 3 1-1 它是第三代的蓝铜 铜离子和三态1 构成的化合物 本身三态呢 是天然的存在于 我们人体的血浆当中的 在受伤的时候 它就被释放出来了 然后1973年呢 它发现 蓝铜胜态 它有强大的再生修复的能力 之后就把它们放在了 护肤品 还有护发当中 它真的可以逆转 你皮肤老化的状况 比如说改善皮肤的紧致度 弹性 减少皱纹 让皮肤更加光滑 解决粗糙 减少光损伤 减少色素沉淀 它有超强大的抗氧化力 比VC要强大很多很多倍的 然后还可以促进伤口愈合 像很多人微针或者医美术后 都是用蓝铜胜态去快速的修复 并且它还可以改变你毛发的长度 所以有很多成分都是用在护发产品里面的 我自己用下来觉得它在我发炎 皮肤有点泛红的时候 它退红的效果超快 然后用上它 你皮肤就是一整天不太会长那些黑头白头啊 毛孔就比较干净 视觉上毛孔真的有变小 整整齐齐的排列 而不是说毛孔好像出油量很大呀 卸完妆之后你也不用去清那个痘痘 我是喜欢早上用它 然后晚上还是用A酸类的产品 但如果我晚上觉得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话 我还是继续用蓝铜胜态去修复的 就是早晚也可以用 那注意它的搭配禁忌比较多 你不要把它跟A酸A醇原型VC太多抗氧化的或者太多蛋斑的成分 就它基本上不太能和其他产品搭配的 你就老老实实用这一支就够了 它可以解决很多的皮肤问题 真的一支就够了 不要再去瞎搭配了 最多可能用个烟纤胺 比如说你之后用烟纤胺的面霜啊 这些应该是没问题的 去颈纹的精华我很推荐The Ordinary的自助餐精华 现在好像改版了吧 它只是改了名字包装也换了 那它还是我最喜欢的去颈纹 专门针对脖子这块的精华 因为像我说的我脖子一用A酸类的就容易泛红 长期用多态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不会出现不良反应 像五态 它是可以增强你皮肤的成纤维细胞的 然后就可以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 针对静态纹 那里面的六态呢 针对动态纹 比如像鱼尾纹啊 穿字纹这些 那静态纹比如像法令纹这种就是静态纹 所以它这一瓶其实能针对很多的皱纹的情况 这是30天的人体实验发现 那使用六态的人呢 皱纹减少30% 但如果你只是用普通的面霜呢 可能只能最多减少10% 那我这么好 为什么不用在脸上 因为我是一个油豆皮 用在脸上 我有焖痘的情况 它的成分有点太复合了 就它里面太累的太多了 我用在脸上 我又出油嘛 有点不太耐受的样子 所以我用在脖子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是本身很好用的产品 脸是干性肌肤 不长痘 那你用在脸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Azolic Acid 我孕期最喜欢用的驱痘产品 提亮产品 美白产品 就靠这一贯 它真的很好用 我用它 我孕期没有长 用妊娠斑 痘痘也有被控制住 杜鹃花酸 它的消炎的效果是很强大的 而且有一个数据显示 就它用20% 杜鹃花酸呢 它对搓霜的效果和0.05%的Tradenone 全反式维酸是一样的 并且副作用是更小的 当然这里面20%的仁二酸是处方药嘛 一般我们市面上 包括The Ordinary都是10%浓度的 但我觉得这个强度也是够的 我自己是在我脸上有效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搓泥 杜鹃花酸的配方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做到不搓泥 它就是好像浮在泥表面的膏体 但并不是说浮在上面就没有用了 运气想美白也想控豆的人 一定要试一下独鹃花酸 The Ordinary的烟纤精华 是我第一个尝试他们家产品 也是我一直很喜爱的 它的争议比较强 很多人说像浇水啊 不吸收啊 但它就是会解决你的毛孔粗大 它就是会让你的黑头白头利 都慢慢的分泌出来 控油的效果很显著 油豆皮必备的一个精华 用它一周你的黑头就明显可以减半 有些人说烟纤会长毛 这个是没有科学根据说它一定会长毛的 我自己也没有这种情况 我每次用烟纤 我的皮肤那一周状态都很好 毛孔很干净 肤色也很亮白 那如果你是烟纤不耐受呢 你可以用刚才我说的 Balancing and Clarifying Serum 这个新品去替代烟纤 它也是跟它的效果类似的 虽然说成分不一样啊 但是它的效果都是有控油啊 解决毛孔粗大啊 毛孔堵塞的问题 但烟纤本身还有亮白的这个效果嘛 所以这一瓶是没有亮白的提亮的功能的 烟纤精华也是我最推荐给青少年可以用的成分 青少年你不需要什么VC去美白啊什么的 你皮肤已经很紧致 胶原蛋白很多了 就做好清洁保湿防晒就可以了 最多就加个烟纤安 去角质产品还是这个明星成分 果酸7%的Glycolic Acid 肝醇酸 它就是黑头终结者 我每次用AHA去擦拭我的痘痘处的时候 它都愈合得很快 然后痘印也减少得很快 有些人觉得刺激啊 你不一定用在全脸 我都是点图 就区域去使用的 有痘的地方用 剔区 鼻头 然后下巴去用它 研究还发现它可以抗衰老 可以激活皮肤的成纤维细胞功能 然后成纤维细胞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嘛 然后长期下来让皮肤更加紧致 更年轻了 很适合偏干皮去抗老 一周一次去搅滞 然后平常再用A酸 那冬天有些人觉得皮肤很干燥 那我会推荐这个面油 是Rosy Boil 是我最推荐的 所有肤质都可以用的面油 不会让油豆皮爆豆的 它的油类不是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它是油润 然后慢慢被皮肤吸收 皮肤觉得很光滑 很保湿 这个油是一个很好的脂肪酸 它里面还有亚油酸 亚麻酸 油酸 有很好的润肤效果 它可以减少皮肤的干燥 减少精皮水分流失 我个人是不提倡油护肤的 尤其你是油皮 不要再用油了 油皮再加油是很容易爆豆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除了这个面油可以偶尔的用一下 如果你觉得皮肤 一段时间比如刷酸很干燥啊 你可以再用在你的这个天然保湿因子面霜上面 稍微半滴管 按压在全脸 好 以上就是今年的 The Ordinary打折护肤攻略 喜欢不要忘记订阅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